老人呗,这儿可不早了,咱这儿早歇着吧 我最小疑痴难心,哎呦喂,说起来我都怪害臊的 8月14日,郭德纲回归小剧场 带领麒麟剧社一众演员在三庆园 为观众带来了传统京剧舞凤朝阳 看到郭德纲回归小剧场 让不少网友直呼,老郭又得同行上一课 特别是老郭扮演的老太太 无论是服装还是表情,都把老太太演绎得淋漓尽致 一出场就惹得观众们哈哈大笑 不少观众起哄大喊女神 老阳青年三十六 半路守寡 真难守 郭德纲带着麒麟剧社回小剧场演出 主要是为了庆祝三庆园七周年 同时也是麒麟剧社成立七周年 麒麟剧社第一场演出就是在三庆园 如今也已经七个年头 从成立之初的入不敷出 到如今的自负盈亏 专场场场爆满 季工传更是演到了第五本 观众们也从刚开始只认识郭德纲讨阳 到后来慢慢的熟悉麒麟剧社的演员 这种创新模式也让许多人喜欢上了京剧 谁还敢说郭德纲唱京剧是在毁京剧 新温戏不编也不行了 不编拿不到钱 梅派大清衣使一红一句话道出了如今京剧的现状 只有新编戏才能去申请经费 而演出传统戏没办法申请经费 也就造成了传统戏戏服老旧 我想排贵妃最久 你给我申请钱让我做新衣服谁领你啊 这传统戏有什么好排的吧 你们自己去团弄不出这点衣服吗 但是问题是观众看来看去还是要看传统戏 于是传统戏就很糟糕 服装一塌不出 因为它没有钱 而新编戏只是为了参赛 演出完就进行封存 不受观众喜爱 还想要流传去下就更不可能了 你说新戏不如传统戏好看 它肯定不如传统戏好看 传统戏磨了多少年 新戏磨了多少年 传统戏也是一代一代名家磨过来的 新戏就演两场结束了 高高挂起了 几百万的戏啪 参加一个艺术节完了结束了 就了演了两场 三场 收掉了 你还想让它好看 还想让它流传 想都别想 而郭老师在做的 就是一些人没有做的事 郭老师带领的麒麟巨社 唱的都是传统的京剧 只不过浮化到方面比较用心 舞台演出方面 用了许多的创新 加入了时下的流行元素 特别是在京剧的舞台上 加入了许多科技 相比于主流京剧演员的创新 这种创新形式 更加能地让观众接受 其实京剧走到如今的局面 就是被抬到了国粹的位置上面 明明是最亲民的演出方式 却造成了如今不亲民的局面 而郭老师带领着麒麟巨社 走出了最亲民的路线 也舍得在京剧上面下功夫 虽然受到了许多的谩骂 但他的期望是最为简单的 虽然是我能够一般水平有限 有什么之年 如果说能为戏曲投入一些什么 能够把这些戏 哪怕流入资料下来 我觉得也是给戏曲的一种 这是我们的国粹 希望中国戏曲能够再度规划 经过几年的投入和坚持 从差点关门到如今 专场爆满 郭老师也做到了 不但为京剧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影视资料 还让京剧带来了许多观众 谁还敢说 郭德刚唱京剧是在毁京剧